亲爱的朋友好 老陈今天讲谁是怪胎的故事 女主历历七岁没有去上学 封闭在荒废的屋子里 她眼中的外面世界很慢 爸爸告诉女主 妈妈死了 外面的世界很危险 女主从没有体会过母爱 一个人的时候 女主抱着枕头当妈妈睡觉 晚上女主听到碧橱有动静 碧橱里披头散发的疯女人大叫 女主还以为是鬼呢 等爸爸过来一看 什么都没有 是你的想象吧 早上女主看着窗外心理呼叫 要冰淇淋 邻居小美就给女主拿来了冰淇淋 这是女主的超能力 心灵控制 正当女主要拿冰淇淋 爸爸出来阻止 惩罚女主关了禁闭 必处理缺爱的女主 让邻居小美抱着她睡 这是女主的超能力 空间折叠 这天爸爸浑身是血地跑回屋子 最后晕倒了 女主一看没买冰淇淋 拿了枪和钱自己去买 外面的世界非常美妙 多姿多彩 卖冰淇淋的老家伙骗女主上了车 老人带女主荡鞦韆 问女主是否有超能力 让女主害怕生气 女主反应都很正常 这老人其实是外公 警察来了举枪 要求检查眼睛 查看是否是异能者 女主大叫走开 走开 警察呆呆地走了 外公意识到女主的超能力 心灵控制 随后外公送女主回家 给女主看妈妈的照片 而警察开始追查女主 外公让女主给爸爸下药 这样就可以经常出来玩了 半夜女主看着照片想妈妈了 打开壁橱 那个疯女人正是自己的妈妈 女主看了电视节目 才知道几个月前 发生了异能者恐怖事件 政府对有异能的怪胎狠排斥 直接隔离和处理 其中雷警长希望 把儿童的异能者抚养长大 当成工具和武器使用 听到孩子玩的声音 女主进到了小美的房间 女主也想和她们一起玩 小美和孩子们都嘲笑女主是怪胎 女主去壁橱看妈妈 妈妈简直不相信才过去了几个月 女儿长大了 还有空间折叠的超门里 妈妈希望爸爸过正常人的生活 给女主一个家庭 突然狱警来了 妈妈被带走了 第二天女主给爸爸下药 被爸爸发现了 爸爸气死了 为你做了这么多 真想毒死亲爸爸 女主大叫去睡觉 爸爸就一头栽倒睡着了 同时女主的眼睛流出了血 女主刚出门 外公出现了 给女主擦了血眼泪 外公想带女主去救亲妈妈 外公假扮神父 找到了雷警长 给雷警长带来了 儿童异能者可以培养成为武器 女主不希望被人当成怪胎 跑到了厨房 一个厨子发现了 外公用笔捅伤了她一眼 推了她出去 警察一阵狂涩 厨子阵亡了 外公带女主隐身了 警察扑了个空 计划失败 生气的女主要求回家 操控了外公的思想 突然爸爸出现 路中间要求女主回家 爸爸冲向了外公 连人带车不见了 看着女主一愣一愣 到处跑的女主 差点出了车祸 爸爸冲过去 利用时间气泡保护女主 原来爸爸的操能力是时间 在房间周围安置了时间气泡 现实是外界过了几个月 而在时间气泡里 女主从婴儿长大到了七岁 爸爸现在想带女主去邻居家生活一阵子 邻居小美立即骂女主是怪胎 操控小美做各种事情 女主使用超能力 让小美的爸爸妈妈爱上了女主 比自己女儿还要爱 女主眼角流出了血影泪 爸爸明白自己女儿不是个普通人 回家将女主关了禁闭 女主在禁闭又想妈妈了 在妈妈那里得到了安慰 希望有一天两个人可以一起在天空飞翔 突然妈妈被狱警带走了 妈妈求女主救她 爸爸为了安全起见 将女主的壁橱封了起来 气愤的女主差点让爸爸拿钉枪自杀 一出来女主口吐鲜血 女主醒来后告诉爸爸 妈妈没死 在山里的监狱 外公和爸爸两个人在吵架 而邻居已经报警了 女主利用了空间折叠 让外公和爸爸了解邻居和警察的对话 女主操控警察 扎了邻居的眼睛 还让警察自杀 爸爸大叫停止 随后警察赶来 射杀了邻居小美的妈妈 女主又呼叫妈妈 发现妈妈在一张病床上 手脚被靠了起来 爸爸进来发现开枪射击无效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子受刑 外公也看到了这一切 在要受刑的那一刻 女主使出了心理控制 行刑者一针打进了自己身体里 又控制预警 给妈妈松开了手铐 突然家里有人按门铃 爸爸使用了时间冻结 看到了雷警长亲自来访 商量后 爸爸却忽悠雷警长 雷警长查了爸爸眼睛 一切正常 雷警长想看家里的孩子 爸爸尽量拖延时间 但是雷警长识破了 你正是那个女超人的丈夫吧 外公隐身拿枪顶住了雷警长 被控制的预警带妈妈离开山洞 两个警察想去查看行刑的尸体 女主操控预警 打翻了警察 引发了警报 警报响起 雷警长突然夺枪射了爸爸一发 爸爸用时间冻结 但是还是被射伤了 外公用隐身术逃离 雷警长发现女主在用超能力救妈妈 一枪射来 外公用生命帮女主挡了一枪 愤怒的女主用心灵操控 让雷警长自杀了 外公牺牲了 爸爸假装挟持了雷警长 告诉外边的人拖延时间 警察已经将屋子包围了 爸爸走出屋外 使出时间冻结的能力 射杀外面的警察 警察发射了地狱火导弹 妈妈逃跑中遇到了狱警 女主操控他们自相残杀 女主发出最后的吼叫 操控狱警的人打开门 妈妈来到监狱外 一飞冲天而起去救女主 导弹射来 爸爸用时间冻结 带女主躲开了导弹轰炸 爸爸临死前告诉女主 为你感到骄傲 你很特别 我们是伙伴 妈妈从天而降 来不及伤心 妈妈抱住女主冲天而起 要找一个新的藏身地方 同时要终结这个世界的怪胎政治 谁才是真正的怪胎 是这个世界的怪胎政治 还是女主被压迫下的超能力复仇 感谢收看 欢迎评论订阅点赞 谢谢 谢谢 其实 Management